第二個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記憶卡速度其實不用很快 就是你用平常的這種 因為我是帶這張神奇的Extreme Pro 170MHz這也不是最高速的記憶卡 那我去使用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像是每秒超高速連排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的內...就是它裡面的記憶體其實空間還蠻大 就是快閃記憶體就是它裡面暫存的那個記憶體 其實還蠻大的就是你拍攝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你關機的話它還是會慢慢的寫入到你的記憶卡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種按著快門10分鐘的人 那你其實不用到超級快速的記憶卡 而且你拍攝10分鐘連按快門你的記憶卡也會爆炸 那變成如果你要拍影片的話 4K然後你如果要60P 然後ALLALL 然後後面一個IE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 那如果你要拍攝那種影片格式 或者是你要拍攝一些更像是RAW的東西 那你就不能用這種記憶卡 你一定要去買那個CF Express卡 就是超貴的記憶卡 你才能拍攝這些東西 但是正常拍攝照片的部分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aning 這樣兒子 你也應該要拍攝的話